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!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! 赵丽颖亮相综艺太惊喜! 穿基础装嫩得像18岁少女,高胡藏不住美貌! 近日,赵丽颖为参加录制综艺节目现身,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, 毕竟作为影视女王的她! 基本上很少现身综艺录制,从这次常见节目录制曝光的路透照会发现, 现身综艺节目的她状态保持得也非常好! 选择了基础装搭配,利用叠穿风格则是让基础装形成了更多的时尚和美感! 如今大部分造型都是选择基础装或是级简主意的风格来搭配, 不过从视觉上容易形成单一的效果! 所以在搭配中,可以像赵丽颖一样选择叠穿风格来搭配。 赵丽颖选择背心加T恤来搭配,从视觉上形成了层次感的同时还能塑造出递进的效果。 进而使得整体look都映衬出美感和减零的气质,关键是打破了单一效果,使得整体look更加丰富。 赵丽颖这身造型并不是选择了单一的条纹来搭配,则是利用了背心加上条纹来映衬。 既能使得整体look塑造出丰富性同时还能呈现出线条式的美感,黑白交叉的设计。 促进了造型更多的复古和时尚饭,使得简约风格中依旧是展现出大气贩。 选择的基础装下,一般融合穿搭技巧会使得整体look更加时尚,赵丽颖则是选择了短款马甲加上高腰阔腿裤。 从视觉上则是形成了一长一短的效果,既能打造出优越的身材比例,还能起到遮肉显瘦的效果。 特别是在阔腿裤的勾勒下,则是能起到延伸和拉伸的作用,更重要的是能够遮肉显瘦,对于微胖型的小仙女来说都非常友好。 最后在搭配基础装的时候,一般需要融合配饰或是单品去点缀,利用小的饰品去勾勒,则是能展现出精致感和时尚感,更重要的是能塑造出俏皮减零的气质。 通过赵丽颖这组极简主义风格搭配,结合我们日常造型会使用到的主要包括。 第一色彩选择尽量运用撞色系的风格来搭配,使得造型映衬出层次感,更加完善效果。 第二利用时尚元素起到装饰的设计,更好演绎出复古时尚气息。 第三结合腰线和穿搭技巧来搭配,保持造型点的一体化和高级感。 赵丽颖这身造型选择上面的单品,则是相对于来说比较日常的搭配,主要选择了手表和压舌帽等来勾勒。 手表侧重在于起到装饰的效果,为整体look塑造出精致感和时尚气息,压舌帽硬衬出低调内脸饭,使得造型更加偏向于简约和日常。 不过选择基础装或是即简主义的风格,并不意味着赵丽颖不能驾驭其他色彩。 反倒是融合亮眼系列,则是会使得造型塑造出甜美简灵的同时演绎出俏皮犯。 感谢观看